为着北美代求的祷告,第十八天,祷告是圣徒清明自首。 祷告是圣徒清明自首,不受惧怕和挂虑的搅扰,反而借着祷告为神的平安所保卫。 我们若不将一切的忧虑谢给主,就会很难谨守。 许多圣徒因着忧虑而成为混乱的,我们若抓住忧虑,我们的心思就不会谨守。 我们不会谨守,反而可能在混乱的命运之下,并且没有方向感。 我们的心思若被忧虑搅扰,我们就无法谨守。 我们的思想不会清明,却会混乱掺杂。 我们的心思若在这样的光景中,我们就很难听见主的说话。 忧虑也可能使我们胡言乱语,所以我们若要谨守,就必须将忧虑谢给主。